接著請蔡奇昌委員發言 主席好 大家好 請林秘書長 蔡委員早 秘書長早 秘書長我想今天跟秘書長來就教一下法官法 這法官法第31條的第一項規定 司法院每三年至少要完成一次法官的全面平衡 我想請問秘書長 法官法實施到現在應該做一次而已 做一次 去年做一次 秘書長 秘書長 你看過那個最後評鑑的結果是怎麼樣 秘書長 大部分就是好的還是居多 當然也有帶改進的地方 不可會言 有小部分的是需要改進的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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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作表面文章 這個對法官法所賦予非常重要 除了法官的福利我們不要講 我們科務委員都認為那個叫法官福利法 法官福利不要講 最重要的精神對於這些不適任的法官 對於現行的這些司法人員的平和 我們希望在法官法裡面來落實 但是以本席看第一次的結果 我認為這個是敷衍了事 民主長 是 你知道啊 根據你們平和的結果 你知道 總共的這個回收率有多少嗎 回收比率不高就是 回收比率是13.87% 對 評鑑案數75215 回收建數只有10429 回收率大概13% 秘書長 以回收率13%已經是一個極低的數字 如果我們再從這極低的數字來看 評和結果 為代改進 跟即代改進者 總共有多少人你知道嗎 我知道 大概一共加起來49位 49個人 這49個人是代改進跟即代改進 那請問一下秘書長 我們做任何的處分 評和的結果 有49個人 叫代改進 跟即代改進 最後我們司法院 做了什麼樣的處理 就是我們會收集相關的這個資料 你已經平和結果 你已經有一個平和結果 有49個人 叫做代改進跟即代改進 那平和總 結果出來總是要有處理 你們做了什麼處理 各機關 就是法官職務 作為職務評定的一個參考 對 那這49個人 做為什麼評鑑的參考 法官職務評定 就是年底的時候 他們總是有一些處理的方法 譬如說 他是代改進或即代改進 於是乎他就該怎麼樣 譬如說他就不能升遷 他就會被記過 他就有可能什麼樣的 這個福利沒有了 或者必須要接受什麼樣的處分 我們做了什麼處理 就是職務評定 職務評定就是說 等於是有點烤雞的味道 在年底的時候 那這49個人的烤雞是怎麼樣 你解釋給我聽一下 作為參考的因素 參考 好太好了 民主長 你在委員會還講參考 本席從你們司法院 要的資料是什麼 是說 總共 代改進跟即代改進 有49個人 平和人數 因為回田的比數 低於10筆者居多 也就是49個人 裡面有48個人 他的回田比數只有10筆 那所以只有10筆呢 你們認為這個太少了 其中只有一位受評法官 他的平和回田比數為15筆 那不管10筆或15筆 你們的結論是什麼 恐因為人數過少 恐影響可信度 換言之什麼 沒有意義啦 不予參考 因為什麼 平和的人太少了 49個人裡面 有48個只有10筆 其中有一個有15筆 所以呢因為太少了 所以沒有可信度 這個也不予理會 不是不予理會啦 所以有處理 有處理就是給各機關做 職務評定的時候 那有處理的話 這49位法官 會不會跟你投訴啊 只有10個人評鑑我 回收率只有13% 只有10個人評鑑我說我不好 那你就要把我烤雞做處理 所以到底是有處理還沒有處理 所以他們在法院 在做職務評定的時候 會參考這些 那當然你如果比數很少的話 他也會做一個參考 所以不處理嘛 參考到底是處理還是不處理 各法院自己可以看 自行參考 自行參考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以後 評鑑完之後 就算今天他有 申訴人非常多 他有五千筆都認為 他極為期待改進 我們也是作為參考嘛 我們也不會處理嘛 我們也不打算認真的 來把這些不適任的法官 依照評鑑的評和的結果 我們來做適當的處理 也沒有啊 有那樣的情況那是另當別論 你現在就是模糊不清嘛 一方面 我說你們給我的報告說 人數太少 不足以採信 你現在在這裡又告訴我說 我還是有處理啊 我還是請法院下去 在他們的考基上面做參考啊 到底是要不要參考這個數字 到底要不要 做參考是法官法 三十一條第一項 本身法律的規定 對啦 到底有沒有參考啦 當然有啊 當然有參考 那我現在問你嘛 十五筆跟十筆 到底可不可以證明這個法官不好嗎 那這個就是說 在他辦案的整年的辦案過程中裡面 這個比數究竟是比較少 但是要看人家指責到什麼樣的程度 法院可以去也許調卷啊 或是看什麼 所以簡單講 這就是列為參考而已嘛 這個評和就是參考而已嘛 在你現在的標準 你連在立法院回答 你都模模糊糊嘛 我問你只有兩種可能 一種可能就是 我不管你幾筆 我一定列入參考 哪怕只有一個人投訴你一筆 他叫做即待改進 你也一樣要處理嘛 第二種情況就是什麼 回收率過低啦 因為比例太低了 不足以參考 不夠科學啦 對法官不夠客觀公平啊 所以我不處理 我幾%以下我就不處理 只有兩種可能嘛 法官法裡面讓你們 授予你們罪只有三年 至少三年評鑑一次 你們取的最低標準 三年才辦一次 你們也可以每一年辦啊 司法院採的最低標準 三年才評鑑一次法官 評鑑出來的結果 回收率13% 評鑑出來的結果 有49個人叫做 代改進跟即待改進 今天秘書長在這裡回答我 到底這個比數過低 要不要做為懲處的參考 你也沒有辦法 答出一個標準答案來啊 我說他叫了備一格啦 敷衍了事啦 官官相護啦 不是這樣嗎 三年才給你們辦一次耶 法官法當時立法的精神 是要你們這樣做的嗎 本席不認為是應該要這樣做啦 這個當初立這一條的時候 是說從這個全面平和的過程中 如果發現法官有應付評鑑的事由的時候 要送評鑑 對啦 最主要是在這裡 對啦 那你們設計這個評鑑的表格 是要做什麼用的嗎 如果照你這樣解釋 你不應該這樣子嘛 你不應該去設計 你們問只有問 問案態度 訴訟程序進行的情形 裁判品質 敬業精神 然後再分五等 叫做即加加普通 代改進 即代改進 照理說你跟你的講法 不需要這樣設計嘛 你們只認為那個有問題的法官 直接送到法官評鑑會議就好啦 你問這個是幹嘛 沒有 開人家玩笑 從平和的過程中 也可以發洩一些問題存在 你沒有發現任何問題嘛 結論就是 目前沒有嘛 目前沒有寫出這些人 但是目前沒有 已經評鑑完回收率13 你告訴我 接下來下一次的評鑑要怎麼做 我們是 這一些項目 平和的項目是依照 平和的辦法裡面 是啦 平和辦法裡面這樣來的 平和辦法裡面 你就問這些你沒有意義嘛 對 那如果說認為 這樣的 這樣的 這幾個項目 不足以 達到這個全面平和的目的的話 那足不足以 那我們可以再檢討 平和的方式 那我問你 以現在這個結果 你認為足不足以 這個評鑑足不足以 反映你所要達到的目的 可不可以 第一個就是回收率的問題 回收率是一個問題 是3%當然要改 內容的設計要不要改 這可以檢討啊 可以研究 已經出來了 你們司法院不會到現在 本席問了你們都還沒有任何作用吧 我剛剛就跟你講說 為什麼我一直覺得你們叫做敷衍了事 叫做了備一格 叫做逢場作戲 形容詞還很多啦 時間有限 我不讓再唸下去了 但結論都是一樣的嘛 沒有把法官法要對 到底打些叫不適任法官 社會恐龍法官 大家抱怨連連 對司法公正 對司法評判的品質 有這麼多的抱怨 好不容易一個法官法過了 大家以為要重見青天了 但是我們最簡單的你們三年 我還沒有要求你們 照理說我是主張 你們每一年都要辦一次的啦 三年辦一次 下一次等三年耶 結果你們評券出來結果 回收率是真 你們沒有任何反應 沒有任何檢討 照理說你們現在應該是 本席問到現在 你們應該說委員 13%真的太低了 我們司法院已經擬定好 我們三年後我們要怎麼做 回收率保證一定五成以上 然後呢我們問卷要怎麼來調整 怎麼來改 沒有嘛 所以心態上是什麼 就沒辦法 法官法就規範到了 沒辦法 沒辦法大家怎麼 就大家問卷做做的 13%就 13%被處分嗎 要不要處分呢13% 49個要不要處分 沒辦法處分啊 沒辦法處分嘛 沒辦法處分嘛 沒辦法交代 沒辦法自己去參考 故事就是這樣子嘛 心態就是如此 民主長 我還是覺得 三年才讓你們評鑑一次 我還是主張 邏輯上每一年都要評鑑啦 這不是很困難的事情嘛 網路如此發達 你們的網站都設計好了 設計了這個網站 三年才用一次 也頗有浪費公帑之前嘛 你們就辦嘛 每一年辦 那既然你們的結論 就算他有問題也是參考啊 你們現在想法也是參考而已嘛 那何不每一年辦 秘書長 要不要考慮一下每一年辦 這個真的是要耗費非常多的行政資源 哪裡要耗費很多行政資源 你們就自己上網去填啊 沒有那麼簡單啊 不會沒有那麼簡單啊 因為你平和一個法官啊 不是這樣 而且為什麼回收率這麼低 那如果三年後再這麼低怎麼辦 沒有那麼簡單 給你們搞完之後回收率只有13% 我覺得還真的你們把它搞得很簡單啊 為什麼只有13% 這個都不需要任何討論跟檢討 法官法就沒有意義了 就了備一格了嘛 真的給人家說中 他只有法官福利法 福利的部分一定要做 100%絕對不能絲毫打折 要評鑑法官的部分 慶菜啦 就人人的 大家看一看就好了 有做就好了 民主長 時間已經到了 那個我不想耽誤其他委員的權益 這個一定要改 這種不做這個如此之荒謬 這種數字 這種憑鑑的結果 大家講司法改革 要讓人民相信司法的公正 我們真的要把那些不法的法官 糾舉出來 這種憑鑑 大家不覺得荒謬嗎 三年才一次耶 搞得最後結果是如此 這是多大的諷刺 民事長 我還是會持續追 你要趕快想辦法 第一次辦總是比較 你第二次是三年後 民事長三年 不是下個月我們就要辦了 三年後你才要再辦 三年後你是不是民事長都還不一定 每三年至少一次 我問你說每年要不要辦 你又說不肯 我叫你每年辦 你又說不要 說這很複雜 我們再來檢討 沒關係 我還是會要求 還是要每一年辦 我們時間到了 我們改時間再來討論 好 謝謝